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神秘 今天我想要跟各位說一下 我平常可能不太會去教你們的內容 但是我今天還是可以把這個故事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邊神秘想要教各位說 怎麼簡單的當一個小商人 然後可以讓你變成他的一個小副業 然後可以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 那這邊的話就要從我自己的故事開始講起了 我自己本身做了不少工作 我有做過像是這個餐飲啊 或是說冷氣裝修 然後中央空調 還有電梯裝修跟這個電梯保養 然後在這工作時間呢 我其實都是長時間都是在外面工作的 那為什麼當個商人會講到我的現實工作呢 等一下就會有連貫性了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說你是想要當個閃眩的商人好的 那你可能就要從拍賣拉裝備開始 那我這邊簡易的教各位說一下 我這個當商人的步驟是怎麼樣 那我這邊假如說我現在有看到個頂界好了 我給他買下來 然後洗閃眩 好我這邊開始洗個閃眩 不管出什麼都好啦我這邊先點個幾顆 就當好玩 這個27%我不要 那你不要就繼續洗 那你就可以 呃隨便拉 出個能賣的就好 通常你要當商人齁 出個能賣的就好 喔我看到了 等一下這邊有 9912 其實 定氣不錯 三顆就出30%性 還帶18全 那其實這個就可以賣的 那我接下來就要講一下後續拉 其實我的拍賣是有非常多的商品 那除了賣拍賣以外呢 我還會賣8591 保護交易網 那如果說你現在 要賣這三件物品好 因為有其物品很多件啦 那我要賣這三件物品 我會使用這個 電腦內建的截圖鍵 左邊的話是 電腦的 右邊的話是筆電的 啊通常都在F12的右邊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把 儀錶滑到這個 裝備上面 滑到上面的時候 按住這個截圖鍵 之後開啟你的小畫家 這個時候按一下Ctrl V 因為你剛剛有按截圖鍵嘛 然後這個時候你 按選取 把這個披風選取起來 Ctrl加C 複製 然後按上頁 又回來原本 然後再按Ctrl V 這樣子有這個 裝備的話 然後你再把這個 空格選取起來 你就可以 標你的要的價格 對不對這樣子 你如果說你要賣五千好了 太貴了好不好 你要賣三千好了 隨便你 那如果說你要賣更多的裝備 那你就可以把它拉大 然後跟剛剛一樣 你可以開第二個小畫家 然後再把Ctrl V 貼到這裡來 然後繼續標價 但是我建議齁 五件就是極限的 不然你就要換下一個圖層了 就是 圖層的意思就是指說 不要放太長啦 不然 你到時候你那個圖片會被壓縮 你會變得很模糊 這個是一個小重點 大致上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 自己進行一個標價 好啦 那如果說你的裝備 都放在8591上面的話 我這邊分享一個故事 應該蠻多人 都有遇到這種狀況的啦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 故事環節 喔 怎麼會有人要上班的時候 跟我買東西啊 嘖 我先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要買 可是我在上班 怎麼辦 我每一次在上班很忙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下班再跟你交易嗎 然後每一次下班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還需要嗎 結果他每次都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已經收到了 這個 我每次都很氣啊 又少了一個賣掉 裝備的機會 嘖 我覺得我現在一定要 把握住這個機會 好 我問一下 我朋友 有沒有可以幫我交易的 開一下Live啊 勇哥在嗎 你可以幫我交易一下物品嗎 我現在人不在電腦前 可以開我帳號給物品嗎 我在上班 喔靠他怎麼也在上班 哇 那完蛋啦 沒人啦 好啦 不然這樣我問下一位朋友好了啦 王哥可以幫我交易一下嗎 有人要買我東西 拜託我在上班 在嗎 不知道他怎麼已讀不回啊 他是不是 電腦開著我跟他對話視窗 然後就 不知道去哪裡啦 好啦 那你說現在怎麼辦 我就沒朋友 我朋友只有兩個 那這個時候呢 嘖 沒朋友怎麼辦 嘖 這個時候啊 你只能相信你自己啊 這個時候我要拿出 神秘我私藏已久的神器啦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Awesome 遠端城市 其實說老實啦 神秘我自己有用這個 遠端城市 用一段時間呢 我覺得 他真的算是 在很多個遠端城市裡面 他的操作是可以 最多的 就是 那遠端城市的話 大家都知道是 電腦連電腦嘛 或者說是手機連電腦 那如果說你是蘋果 或者是說你是 Android手機的話 那你可以在你的商店裡 搜尋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 這個APP 然後就可以下載起來 那 如果說你是 電腦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 看一下我的字頂留言 或者說是我的資訊欄 我會放網址 在上面 那你再點的話 就可以 成功下載電腦版 好啦 那我們來實際示範一下 這個交易的過程喔 因為 我沒有朋友嘛 只要使用這個 遠端城市啊 好吧 那我來試一下 我終於找到這個買家了 交易他一下 確認一下物品有沒有錯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下啊 這個遠端 他真的蠻順的 你看一下我跳啊 放技能 其實都是可以的喔 好 那我的陰陽是 來放個止扇好了啦 說真的 雖然說 這個 工商歸工商啊 但是 我老實講 這真的是我看過 最屌的遠端 然後這個鍵盤是可以開啟的啊 就是如果你遠端 剛進去的時候 你右下角有個鍵盤 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有非常多遊戲的鍵位 可以給你選擇 有英雄聯盟 什麼賽車什麼的 或者說你可以自己自定義 也可以 那如果說你只是 風之谷要交易的話 其實選賽車就好 我是選賽車啦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 你可能要有更多的操作的話 你可以自定義鍵盤 還是我們這邊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遠端打 露西打怎麼說 好不好 看一下王是能不能打的 好啦 那我這邊真的來打露西打囉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是 使用一個自定的鍵位 可以看到畫面很亂 因為我真的把 風之谷 我打王真的需要的鍵位 我都放上去了 那我們直接 進去開打 而且我這邊打的是 困難露西打啊 想不到吧 我直接打最難的 好啦這邊直接不跟他演啦 天上武功都直接開起來啦 好啦這邊爆發快結束了 開個怪異亂神第二階段 跟開 飛球 飛球 用 突射 前進 快 打不 欸! 我竟然把困難陸續打第一階段給尻死啦 所以說 事實證明 遠端是可以打王的喔 好啦 各位觀眾 那我最後還用這個遠端程式成功打贏困難食物 而且 我只打了第一次 我就打贏了 真的 這個遠端程式其實是相當有料的 那 遠端的功能展示 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 我的片尾還有一些小福利 那 各位先不要走開 記得看完 那 在這個歐桑遠端中呢 它有一個獲取優惠 我們都簡稱它為 陽光小店 那這個陽光小店呢 你可以破任務 然後 換取一些獎勵 那這個獎勵內容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 進去看看 看我什麼東西可以換 那在好康來啦 歐桑的官網 是有在做活動的啦 那 凡是購買這個 PRO版本 或是說是遊戲版本的話 最高可享有六折的優惠啊 一次性購買兩台設備的話 享有八折 購買三台的話 享有六折優惠啊 這真的是 太棒了啦 那 接下來 我這後面還有個抽獎活動 大家再往下看 那這邊的話 有個免費的遊戲版 會員試用序號 大家可以試用看看 如果說 好用的話 可以購買正式版 那 本影片給我抽獎 然後說出 我今天要遠端打什麼王 並且說出 歐桑遠端真的太好用啦 就可以抽出一位 五百的敵人的點數啦 好不好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